你可以猜猜看 像这个地方你要把空白取代掉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找一个什么 找另外一个这个函数帮你做 可是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从文字里面找 那哪一个呢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取代 这边有个取代 就是取代意思说 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然后按一个开始 其实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列出来 可以取代的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subtitude OK 那subtitude这个怎么用呢 按确定 基本上很简单 test 有没有 order test 就一个空白 我要把空白变成没有 那空白怎么表示呢 特别就要双引号空白双引号 这个就有个空白 OK 你要慢慢习惯这种用法 那没有是什么 两个双引号 OK 懂吗 没有哦 有些同学可能刚开始对这个 那你看到最后的结果 中华民国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但是它有个缺点 英文字呢 也不见了 所以怎么办 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难处 如果它是中文就用subtitude 如果它是英文就用tree 那怎么办呢 就要判断第一个字 可能要判断 也许啦 我们判断第一个字是不是中文或英文 这里的话呢 可能要用别的函数来取代了 不过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要讲的范围了 请各位自己再去找答案吧 因为这里面的话呢 那有什么地方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请各位找一下 在那个文字函数里面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 或者像call call的话就是文字 第一个字 是英文还是中文 有没有 然后你去判断 不过这个已经难度算是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你工作里面刚好有这种需求 你又把这个做出来 那会省掉很多的麻烦 OK 所以 那这个也在哪边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参考啦 就是468招里面有了 里面就有好像有一个题目是 判断字串的第一个字是不是英文 或者是数字 还是中文 OK 好 这个部分的话提供了各位参考 所以我们刚刚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函数都不是贝的 都是你刚好用到 你去把那个东西调用出来 那你不会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从这边搜寻一下 或者是说把里面稍微了解 但是如果你想说老师那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有哪一些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你闲来没事怎么办 点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点一下 往下点嘛 你如果把每一个都看一看 看一看嘛 先把它扫描一遍 对不对 你不用死背 但是你至少大概知道说 这里面有哪一些功能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可能扫描过一遍的 然后对好像我记得哪个 我踹一下看看 有时候踹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可以用的东西了 所以有时候啦 我不知道各位习惯是不是不用全部 它有分类嘛 日期时间啊 数学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每一类每一类全部都run过一轮 然后呢都已经非常熟练 那我恭喜你 函数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东西还顶陌生的话 表示呢 你函数这个部分 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哦 OK 那如果说你这个部分还不太熟 你要想要再进 增加你的效率 其实是还是有蛮大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狠点 如果不行的话 去找一些相关的函数方面的书籍来 稍微看一下 OK 好 这个是我们额外补充的那个subtitude subtitude这个函数 取代那个trim OK 其他还有像一个replace也是啦 不过replace跟subtitude不一样 replace 我本来以为是不是取代 其实它不是 它是取代开头的几个字 它是把开头的几个字取代掉 好像也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可能要插入函数里面 找一下那个replace replace这个 有没有 将字串怎么部分的文字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想的跟subtitude还是不太一样 subtitude反而比较接近是replace的用法 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 那如果说呢 要不要一定要买书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吗 有没有 这边有函数说明 点下去 它也会告诉你怎么使用 OK 里面的话它会一些描述 那怎么去使用等等的 虽然说你看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嘛 因为它写的跟天书一样 你没有 它这个不知道是哪一国人写的 我看可能是直接把它用翻译就翻过来了 他也没有讲啊 因为说真的你把它全部念完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就文词不通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 千万要不求圣洁 而且不要把它当小说来看 不要觉得它是文学性作品 因为你会越念越痛苦 它其实是完全狗屁不通的东西啦 OK 所以其实你就看重点就可以了 所以像看这东西 我刚开始不能接受 后来我能接受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认真看 反而看懂了 所以看这东西真的不能太认真看 还有有些Google到的文章 有时候你也不能太认真看 因为它那个写的方式也不是说 非常有那种词语 对 没有它有逻辑 那逻辑是它的逻辑 跟你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不可能写的文情并茂 好像有个男主角有个女主角有爱情故事 有没有 当request遇到subtitude的话 会插出什么火花吗 不可能 没有这种东西 也不可能写成这样啦 不过实际上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面 像类似这种应用里面 是需要有一些一些迟早的论识啦 可是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通常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素养 所以这个就很 而且你做久了之后 你本来有这个素养的人 也变成越来越没有这个素养 不知道各位听不听懂我的意思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写 只是写到有点 一段时间说 我发现我跟人沟通便有问题了 我跟电脑非常容易沟通 但是我跟人沟通好像发生问题了 所以应该你身边有认识 类似像这样的人 所以慢慢要去弥平这一段 有的人跟人很好沟通 但是跟电脑不好沟通 那你就是要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就是不一定用那么那个 好那我们刚刚的部分 大概补充完之后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有关VBA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是非常棒的 因为他可以快速的帮你 把一件事情做完 可是他的困难也会比较高一些 那所以我们该怎么做 我把细节给各位讲一下 一你们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什么 这个东西先叫出来 那你的电脑里面 现在应该是没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不是这个 开发人员 对所以那你要怎么把它叫出来 非常简单 上面有个箭头嘛 对然后呢其他命令 其实这个在我云南百版 我有帮各位截图啦 自定功能区原来是没有打勾的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功能打勾起来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在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 然后把这个打勾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你的 这个上方 就会多出这个东西来 你就可以把它切过来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你就会成为叫做 OK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这个其实就 就 就一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你已经成为本来是应用 用别人写好的东西 现在的话呢 你是自己要去设计一个东西 也许你自己用 或者你给别人用 那个level是不同的 所以也就是你们慢慢就是 其实在提升你的level啦 所以其实现在工业4.0 上班族应该也要提升到一定的level 可能要4.0了 这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提升起来的话 你可能在办公室 会是非常有压力的 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啦 OK 那所以好这个地方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先打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东西 VBA 它就是在来的这个东西 Visual Basic 那我们要怎么打开它 点击它哦 它会跳出一个这个视窗 但是它是重叠的 我比较习惯是 请你把它移动 就是缩小 就成这样子 这个也可以拉过来一点点 我的习惯 这个地方可以打一些程式 为什么要移动它呢 因为我一般习惯是 我要打这程式的时候 是看着我要做什么 而去往下打的 所以呢 我会移动它 然后看哦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是直觉的去把这程式写出来 好 这个部分的话呢 再来就是把Visual Basic打开 接下来呢 特别注意一下 在你的左上角这边 我这个先把它移除掉 移除 Fall OK 那你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 这个地方哦 会往下拉的时候呢 这边下方是没有一个模组 先把这个先关掉一下 因为你们的画面 应该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那如果说呢 打开来之后的话 理论上 如果你只有开启 一个一次的档的话 在这边哦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VBA的话 记得哦 这边需要一个模组 只需要一个就好了 这个非常重要哦 就是开发人员 然后Visual Basic进来之后呢 看一下有没有模组 如果已经有模组 你就打开 如果没有模组 请你就先 再来就按右键 在这上面按右键都可以哦 插入一个什么 模组 因为我们将来要写的 就是按钮的那个Sub 跟Function 制定的那个Function 都是在这边撰写 所以如果你没有插入一个模组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撰写的 就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哦 OK 然后呢 后面我们再按部就班来看 怎么去做 OK 基本上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这边呢 就有个空白区域 那我们程式呢 直接写在这里 就OK了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VBA的两种方式 一个是按按下按钮 一个是插入那个 那个有没有 插入函数 会可以让我用选的 那两个怎么去做 请各位大概做到这里吧 那如果说你要执行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在云端上都有 这边有 这个不过 这个也是2007的 2010在这里 2010的画面 所以你刚刚那个画面 那程式嘛 刚刚做的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OK 那如果说你要用的话 Ctrl C 选取它之后 再贴到那个这个范围 贴上 其实我刚刚程式是这样写的 贴上之后加个按钮 就完成了 可是我们当然不是叫你贴就没事 那以后我就写好给你贴 那以后如果你要你的工作 老师 我什么东西 我写好我 哪里可以复制贴上 没有啦 所以你要学的是根据你的我们现在需求去做完 然后以后改成你实际上工作要的东西 然后OK 那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做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就是先把那个环境的部分设定设定好 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VBA的两种用法 会先讲第一个按按钮的部分 第二个是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好 好